大家好,我是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关伟杰 今天非常高兴给各位同行分享 轻氧混合其用于治疗,呼吸系统疾病 那么刚才呢,这个研究结果 因为课题组呢,还在分析过程 目前呢,正在总结,准备投稿 那么刚才呢,我们介绍了对于这个慢性疾病 事实上今年呢,这个COVID-19呢 新冠也是全球都关注的一个方向 那事实上呢,大家也知道了 新冠呢,它突出的症状就是咳嗽、咳痰 以及呢,呼吸困难 但是呢,在疫情爆发一开始的时候呢 确实甚至到目前也没有一种非常有效的 能够快速而且持续改善 呼吸道症状了,这样子的治疗手段 那既往呢,临床上面其实早就有研究者使用到 氦氧气吸入了 因为氦气它的分子量呢,明显要比空气要小 所以呢,有研究者就提出来 而且证实了氦氧气吸入了 对于一些特别是哮喘的慢阻肺炎 以及大气道的这个狭窄的患者 都有很明显的改善它的呼吸困难 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它们分子量小 所以呢,气道的压这个阻力明显减少了 有患者的自我感觉很明显的 呼吸困难就快速能够得到改善了 但是呢,氦气呢 它主要一个缺点,弊端就是 它不可能大幅度的生产 而且呢,它牵涉到价格不要贵 那么现在呢,有了商品化的氢氧混合器的这个仪器以后呢 我们就想是否有可能使用更加可及的 更加方便的氢氧混合器去替代氦气 对这个进行观察 事实上呢,中院士牵头开展过一个临床研究 特别是这张幻灯片展示了一些研究的单位 我们当时候呢,因为在疫情已经是 当时候对这个疫情的这个情况 还是非常紧迫的时候呢 开展了这个研究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不可能完全采用随机划分组 所以我们采用呢,是这个同时的历史对照 那当时候呢,收入的这个患者的样本量也是有限 所以也是样本量呢,有限的情况下 确实对我们的结果呢,有一些的这个影响 这是主要的局限性 那尽管如此呢,我们这个研究做下来呢 还是能够获得这个同行的认可 那包括呢,我们证实了 就是说对于所有的病人 从这个开始入主的时候 必须要有至少一种的呼吸道症状 特别是呼吸困难 比如说MMRC评分一定要1分或以上 那么我们会观察在第二天,第三天 以及到治疗结束 也就是说出院以前的那一天 或者是病人还出现这个病情恶化 不能治疗 总之之前的那一天作为治疗结束 进动态的观察 结果呢,就发现了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 就是新冠的疾病严重程度用WHO推荐的 这个六七分的评价系统来说 在各个时间点 清氧混合器治疗组都明显的对照组改善 而且特别是像一些呼吸困难 咳嗽、胸痛、胸闷等等症状 在第二天开始都有明显的改善 除开这个呼吸困难 在第三天以及到出院以前的一天 没有区别以外 多数的症状还是有很明显的改善 而且近期状态的血氧也是持续的 而且显著的得到了改善 所以我们呢 就也是单一个指标 包括有一些发热是否发热 把这个清氧治疗仪 这个治疗的结果呢 也在这里展示 结果确实是发现随着时间推移 这个有症状的患者 他的负担、症状的负担 是明显的降低的 包括咳嗽、咳痰、气醋等等的方面 像胸闷、胸痛 刚才大家看到呼吸困难 都是随着时间明显的 能够得到快速的改善 血氧迫滑度呢 刚才也看见 这一幕前的幻装片展示 只是一个治疗组 但是我们在前面幻装片里面 也有同时展现的 跟氧气对照组 也是明显的改善 有 Kai 能够消息 如果以 banner 欢迎reh verse 我们点封请 负责 准 镶 靠